记者李立法屏东报导,屏东县政府为改善河川水质,推动畜牧粪要找渣找溢肥粪,再利用计划应可兼免水物费。 经去年初步调查,有超过九成畜牧户愿意响应,但却有近六成农户对处肥效果缺乏信心而不感兴趣,两者意愿落差明显。 县府环保局表示,屏东县养猪头鼠约124万头,跟座中的农地约18000公顷,如果全县猪之所产生的处肥都能导入农地,将不会有养猪肥水排入河川的问题。 养猪肠只要配合畜牧粪要找渣找溢肥粪,再利用计划规定处理处肥导入农田,可免缴水物费。 县府去年曾针对东港西及五洛西部分流域畜牧户及农户进行初步意愿调查,养猪户响应意愿高达九成以上,但不愿导入处肥的农户却高达近六成。 县府农业处表示,该计划可帮畜牧户解决废弃物,意愿自然高,反观农友却担心肥效不及过去习惯使用的肥料态度观望。 县府计划设置区域性的处肥处理站,减少畜牧场及农户在处理运输与使用处肥的成本,并透过生物科技提高肥效,增加农油使用意愿。